回到今晚的《动漫无双》 大家好像很久都没有听过我马声 我是河马仔,到咳咪的游马 今天我在这里,又不是讲旧翻,又不是讲新翻 游马,今天我们讲什么? 今次讲你又是讲童人有关的东西 大家听见动漫节的记者会又开了 大家都想说,咦?又讲童人 我们当然要请童人舞团 因为很重要的 每一次的动漫节也好,童人节目也好 我们当然会有这些童人团体上台表演 今次是什么舞团? 很开心,今次就请了两团的代表 我们先请,排完一分先后 先请Vproject过来 Hello,我是Vproject的Olivia 大家可以叫我Oli 大家好,我是Vproject的小琪,Aki 稍后我们会讲一下Love Life Only的东西 稍后再讲 另外一边就请了Project9的代表 有请Talk forProject9的代表 Hello,大家好,我是Project9的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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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听到双方代表来了 当然当然要自我介绍 Vproject,我就知道你们很久历史了 我听到好像是01年开始 不如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是,我们Vproject本身就是我 我Oli就是团长 因为我一己私欲所形成的团 我那时就因为很喜欢摩尼梁 所以就想找一些人跟我一起跳 慢慢组织一下,凝聚了一班人 慢慢我们就不会只做摩尼梁的表演 因为我都很喜欢看动漫、打机 例如之前做摩尼梁,那些歌 我们都会表演 例如星矢那些画剧 我们都会做 其实表演范畴已经很阔了 就是董督少那样都会 基本上是二次元和三次元的东西都会斗一斗 想到什么,喜欢什么,做什么 就是我们的特色 是的,我们有做过魔法少女 也不知道是少女还是魏娘 是的,其实两个主角都是男人 魔法少女少圆,但两个主角都是男子 最后好像是魏娘 那我们不是常常都滑梭的 我们都很正经 譬如Love Life 看到我们正经的一面 但是正经的一面 也会渗入不正经的一面 因为我们本身都不是很正经的一个团体 首先里面的人都不是太正经 因为那些人都不正经 所以做些事都不是很正常 就是这样 那又不是这些才可以拆出火花 我们舞台上有时突然有一些意外的东西 这些我们就很欣赏看到 好,另外波尘拉那边 我们也知道 波尘拉是新团体成立的 好像成立了一年多 不如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波尘拉就是去年的五月开始才成立 一开波其实我还未是团长 有一个人去召集我们九个人 其中其实都有换过团员 我们其实主要都是表演Love Life里面的舞 可能未来都会向其他方面发展 但是要看其他团员想向哪方面发展 我是一个比较提供形式的一个成员 比较奇怪的就是我是男生 其实入团是比较出奇一些的 上任务团长,来了一队 之后就在一个空缺的情况之下 刚好看到我也有出Love Life的角 就派了我进去 不要紧要,我觉得 这个是我们的团的特色 我们的团是由15到24岁都有 那个年龄范围都很广 我可以给你插一插句 你说你有出Love Life的角 是哪个角 其实我也很想 是Lin 是Lin 升空冷 假扮Honoka的父亲 不好意思 Honoka的父亲是做饼 我记得她很漂亮 我记得她会流眼泪 她会流眼泪 爸爸要做观众 因为有机会的话 你就可以上台 就可以看到她扮Nin 其实也挺漂亮的 我觉得 当然 大家这些 可否在YouTube找到呢? 不过是我还没入队之前 如果我有记彩 我最近放了入队之后 大家要想看下你的演出 看下我可以上YouTube找一下 不过当然 刚才说的 舞团呢 我跟Yuma 说真的 就不会太熟 我们自己也没试过跳过舞 我们也没试过表演 试一下吧 试一下吧 Yuma 我们试一下吧 哥子王子 我一个表演 下面要给大家带一些遗弱 我叫Honoka 你叫Honoka 你叫Honoka 就行了 不如这样 我抱着 这个真人公仔 一比一 可以吗 我想这个回头率很高 这个组合 我知道 V Project那边 由始至初 都差不多十四年历史了 当然 你由成立开始 到团体的时候 其实万事起头难 起头的时候 那个困难程度是如何呢 因为你要聚焚扮人 去一起跳舞 练舞 这些是不容易的 是啊 其实首先 就要走到别人家 一起跳舞 其实那时候没有人跳舞 别人听见你跳舞 他会首先 扬起一面眉目 然后就问了你想怎样 是01年 可能01年 现在还流行多些 你想想01年 应该没有AKB 应该只有某年两个时间 就是我们这样 咦 那段时间 如果在香港想成立舞台 其实都挺困难 是啊 首先 那些活动本身 你没有表演这个环节 你突然叫别人去 那跳来干什么 他们会问你 你要尝试去和大会说 我可不可以表演 基本上 然后第一次我们表演 就是在城大那里 他在活动室那里 即是美国那间房 是不是城大那时 城大抽祭那时 是的 很久了 那他不是在房间 有个活动室 我记得 在地板上跳舞 是啊 而且我们 初初初 一间之一的时候 摔地 然后他摆了一个卡绍机 在地上 我们一摔的时候 一摔下去 气势太厉害 然后他是摘机 那时候 可以用 CDCDC 他可能会震点 等几秒 继续拖 那如果第一次面呢 ہ DUC 人数多不多 都多 就是那里 哇 що做apa 其實老實說那時的活動是十多年前 那些人不能離開 那些人都喜歡聚在活動室 其實活動室都夠拍照COSPLAY 那挺好的 其實那時的氣氛 你跟現在比較來說 你喜歡那時的氣氛還是現在的氣氛 某程度上 那時起初一到台 這麼多觀眾在這裡 好像鼓勵到自己 那些觀眾又不是全身來看 他們試吃花生多些 好像有事搞什麼事呢 就過來看 老實說 近年對我來說的氣氛是好一點的 當然 如果是前幾年 再跟最初比較 一定是最初好一點的 因為最初的時候COSPLAY數量又少 COSPLAY數量又少 其實可以說是會認識全場的COSPLAY 一個感覺會比較親密的 以前真心玩COS 真的隨便見到一個都會說Hi 對 現在就算是你出現同一個角色 其實你都未必知道那個是誰 或者今天你都未必有時間去 可能別人在拍照 你又不好意思去打架 但以前的感覺不同 以前又少了一些演壇 少了很多祭壇 那裡有這麼多的 一起組 八九點讀完相機 好像開台作法 但其中不同 這個已經是COSPLAY的已成定局 當然 不過說回你們 要說到Project 9那邊 你們初成立舞團的時候 困難處多不多 你們現在以現時來成立 可能會比較容易 其實都不是現時 其實有太多舞團 在舞台方面 可能會有很多競爭 未必會選到你入圍 而且現在主要是看表演演出經驗多不多 我們這些新開的舞團 經驗比較少 所以未必都可以去表演 機會會比較少 那你們初踏台版的時候 我想問一問 是哪個Event 上一年的CP 就是CP 因為不知道是否他們第一次搞CP 門檻可能比較低 所以我們未有表演經驗 都可以表演 當時緊不緊張 因為大家都知道 去年CP的台版 雖然不是面向大門口 而是面向一邊 那些人都坐在地上 沒多久坐在地上 或者那些人 我看見有些節目很受歡迎 但一笑一笑 歌一出來 就整群人嘻嘻嘻 在唱 又在打招呼 一到龍少 Sam哥 一出來自己獨白 春生獨白 只有十幾個人在下面 人家上去做現場 蘇拉節目 沒問題 對嗎 不要緊的 總有人會看得到 Sam哥放心 我們為你加油 雖然跳著腳 真的很帥 那些才是真金粉絲 你也明白 他的姿勢 是模仿一個位 很孤高的動畫 製作監督 山盤寬 不要緊 不過說一句 當時是否緊張呢 CP那時候 我當時又不是很緊張 因為可能 練得熟 還有其實下面的台 上面的 不是很認識 所以我不是很緊張 原入無人之境 我想問一問 當然 做舞團的 一定有一定的粉絲 經過一段時間 我GV Project 有很多粉絲 我知道 你們粉絲有沒有 做定期聚會 那些 即是定期一起BBQ 打火鍋 之類的 沒有空的 很缺絕 如果你跟團長說 一起打機 我相信會有興趣 各自在家裡打 你們怎樣跟粉絲互動 例如你們做Facebook專頁 很多like 你們會覺得 經過多了十幾年 你們是 這批粉絲 是不是跟了很久 譬如有些已經跟了十幾年 已經過於看著你 看到現在 都出來結婚生仔 可能有這樣的人 有一點是 但最近最熱烈的 都會是 開始跳Love Life之後 來的粉絲 是啊 我反而覺得 開始跳了Love Life 開始就越來越多 但是舊粉絲和新粉絲之間 會不會有衝突 會不會有些情況 譬如我以前 我零幾年 看你們表演魔靈娘的歌曲 現在要轉看 Love Life 你們不跳魔靈娘 那麼多靈娘 大家都知道 差不多是耳成歷史 不是的 還好看的 現在還有十幾歲的婚人 我看到報章還有些名字 有見過 有見過的話 會不會有這種衝突呢 新舊粉絲 感覺上沒有什麼衝突 沒有什麼衝突 感覺上應該 沒有 如果說跟著我們十年 基本上我們做什麼 他都喜歡看的 嚴格一點來說 因為我們 壞一點說 他應該說 我是我們什麼都做 哎呀 盲點突破 哈哈 那你都說 魔靈娘也有跳過 AKB也有接觸 也有跳過 之後有些動漫的 聖詞 頭D 小圓 那些巨人 巨人 對呀 巨人那類 基本上我想大家應該都是喜歡動漫的東西 可能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 他們那個接受度比較大 對呀 看到我們很久都知道我們什麼都做得出的 所以有期待值 是啊 即是每次都有一些突發的東西 或者每次都有一些精彩的東西 每次都有驚喜的 你不是看不出來的 哦 當然啦 我們的熱切期待 不過要賣回項目 我記得他說 講CP的時候 就當下面那群倒粗人 不管了 跳多才算 譬如你越來越多表演 對於來說 你會不會有些開始多一點的粉絲 越來越聚集了 那你們又怎樣看法呢 可能會比較多粉絲 應該是 有些就 其實不是為了看Love Live 是為了看人 另外有些都是 Love Live 都是個個Love Live舞團都有看 我看到他們一直坐在那裡 一有朝看到晚 都是 哎呀 你是Love Live才是 我都說上次CP不是 就是一Love Live就在 一不是Love Live就 嘩 我腸胸到嗎 有時候有些情況 那你舉了一個特別例子出來 哈哈 哈哈 是 這樣是很難說的 就是一男子 坐在那裡 有時候有少許時間 有時候又真的 又真的 要有些耐性去聽 不過不要緊 不過說真的 如果你們新成立 又開始有些粉絲 那你們開始 你們會怎樣去管理呢 在一些大台那裡跳舞之外 可能都會在一些咖啡 自己租一個場去表演 通常表演多久 通常租咖啡 通常會 通常咖啡的那些 event 就三個小時左右 那裡面就 玩一下遊戲啊 跳八至七首歌 我記得曾經是 逼人買那些生寫真 有些 其實不是逼的 他們很樂意買的 我看得出來 對 很樂意 因為我自己去 有時候去咖啡店裡 喝點東西 吃點東西都會有 譬如某些什麼學員 什麼什麼咖啡店 那些 他們會有些活動 有些活動 但我就 一點點 孤流寡民 就少去這些活動 但就說 通常如果粉絲這麼多 七八首舞 要做這種 其實安排上 都很煩 要有一個 比較實際的規劃 其實當開咖啡店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可以表演七八首都很厲害 例如我們上次三首已經 已經超過時間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超過三首 咖啡店都要吃東西 要喝東西 要擠壓草汁 又抽一下醬 他們會一邊吃東西一邊看 很開心 是嗎? 因為上菜都是我們 是啊 那你哪裡可以 一邊上菜一邊跳 我們是做咖啡店 我們serve 人 我們要把食物給他們 一天是貝多 因為他們會有自己的個人表演 其他有空的人 就會幫忙上菜 哦 原來是這樣 然後其他可能會有三個 例如Lily White Bibi 那些小組形式 出去表演 因為我們之前搞咖啡店 都是這樣狀況 不過真的很專注 為什麼沒有空 對 我們是否分泌了 不是 不是 還有咖啡店的位置 都比較小 有時候未必可以有九個人一起跳 所以通常我們都會分開 一個人表演 三個人一起跳 其實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跳Unit歌 是啊 但為什麼會這麼踢腳 因為粉絲太多 就是因為粉絲太多 所以只招呼上菜 那一刻就拍夠 大家都是照顧一個咖啡店的人量 是啊 對 我們太沒效了 粉絲太多 可能要分三四天 每日好像演唱會一樣 要加場 可能有時候要這樣 不過所以 我們就證明了一個道理 如果場太小 九個人跳不下 可以三個人跳 有時候沒有 不用像之前 有隊團體來 不捉人 沒有人唱首自己的Solo歌 你不要以為有所指 沒有東西的 不是含沙細影 不用怕 我也是說說說 舒花點意見 都說 成立舞團就難度高 要籌人 找人 來跳舞 一起跳舞 但是管理上 或者夾旗 大家排舞 不是一上台即跳 是不是很難 V4姐 當然啦 真的難過登天 想起都灰 其實真的很難 因為大家都想事情好 老老實實 一個星期抽兩天出來 那兩天你不用想 給我們 通常要跳多久 其實都沒有 因為我們大半都要上班 只有下班之後的時間 你下班都要給人吃飯 所以通常我們8點才開始 到11點 但是你們要練跳舞 又要練歌 但是有些人說 吃完飯唱歌跳舞 就很辛苦 那是不是 吐到10點幾 才晚上一頓 才吃完 還是怎樣 都不是的 看到有些人 有時候拿著Pie and Tart 來到 咬著麵包 這樣練 幾次都是這樣 不過地方怎麼找 其實找地方跳舞 是難得高 康民署那些 政府扶持正常 對 多麼可惜你們 管理真的很難 這個舞團 再之前 剛開始出現的時候 我已經自己打算 搞一個舞團出來 其實那時候 就說是齊人 但約了出來一兩次之後 那個團就散了 還有一個團員 是由開團到散的一刻 我也是沒見過 對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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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十多歲 都是要上學 或者有很多事情做 香港的生活節奏有急速 人人每天有很多事情做 每個人都說出不來 夾時間真的很艱難 還有要看看他們 是不是真的有心 一起去做好這個舞團 好像沒有心 你寧願去私影 都不過來練舞 這樣 真的很難搞 不過我們的情況 可能好一點 因為大家都在做事 穩定一點 都是大人 大過一點 會承諾 不出來 起碼你剷他 他也會知道錯 對 下次也會出來 不會一直隱形 我們是不會有這個狀況出現的 不過說起私影 我又不熟 不過很難說 不過說真的 你們說起表演之前 通常都一定要裝扮一下 或者要Cosplay 因為有時候 Love Life的 你都要Cosplay Love Life的人物 或者你AKB的 都要穿AKB的衣服 但事前這些 這些功夫難不難 其實我想問 當然很多事情 就算你說Cos三次元 其實Cos三次元的人才難 你要盡量像那個人 譬如 我是掉眼的 我要一個下垂眼的 我就要用化妝來改變自己眼型 然後如果你的真實髮型 跟他不相似的話 你要買個衣服回來 那往往這些衣服 那些衣服 就是未盡於人意 那你又要整一下 再洗一下 吹一下 造型 有時候如果那個長度 你是沒有的話 你要買個長一點的 回來剪 剪到那個型 然後那些失敗 你又要重新再買個再剪 有時候試妝 都已經一兩晚 原來很久 這次就很久 原來要做一次前的功夫 我只要講假髮 我還沒講件衣服 見衣服才麻煩 見衣服才麻煩 見衣服就要通頂了 一整身 沒有什麼一次 不是絕對的 每次都是絕對的 每次都是絕對的 那你們又怎樣 新繩舞團 但又要做衣服 其實都挺困難 如果以身手來計 衣服的話 其實我不是自己弄的 因為我不會車 而且就算有部衣車 我想我也不會車 應該會車百部衣車 但其實訂也很麻煩 我們經常訂了回來 才發現 為何每件都不適合尺寸 那怎麼辦呢 又快要表演了 我們自己又不會改衣服 要不是有些就紮到 連改也改不到 幸好我有些位置 是可以遇到鬆一點 不過麻煩就麻煩了 因為本身自己是男生 爸媽可能會看到 為何會有些裙子 在你的衣櫃上 那樣很尷尬 化妝品 是呀 求你氣應一下他們 可能在這方面會有些麻煩 可能化妝的話 我就要一早走出去會場那邊化妝 家裡就化不了 好 那就說一下 香港的Love Life當然是紅 說一下兩次的Love Life Only Event 因為以香港來的Love Life Only Event 真的 看回這兩次的 我寫下了 都越來越多人 我覺得 而且氣勢就越來越 好像越來越盛 先上問Porsenai 或者你們對Love Life的看法 為何一開始就立刻想想 Course Love Life 其實都是因為看了這套動漫之後 很有感觸才想做這件事 為何這麼感觸呢 我想問 因為一群女生很有目標去表演 我想像他們這樣 Course Play不只是樣子 我覺得要做到好像套東西裡面 應該 所以就是這樣集齊幾個女生 一起去表演 很難 不過我想問 孫心溫的第三集 而感動呢 即是Hanokka加 Umi加 Kotori這三個人 在舞台動在那裡 結果整個台一開就沒有人 開就沒有人 開就沒有人 那我笑了出來 不好意思 我那一刻想 有沒有人扔手包呢 扔手包 你不覺得好像 喜劇之王裡面 周星馳站在那裡做雷魚 不過反而令我感動的是 第二季 想穿婚衣 亦都令我 會喜歡這個角色的原因 真是想她 反而那一集 我只想起Umi的眼矮 在玩牌 想問一下大家 喜歡Season 1 還是Season 2 多一點 如果我們講一下Love Life 不如你們答一下 我自己喜歡Season 1 因為我是看Season 1 看了一半 我已經覺得很嚴 對 即是覺得必須cost 對 我喜歡Season 2 可是 Season 2多些CP 對 其實我喜歡Season 1 因為Season 1 好像他們比較多困難 可以一起度過 看起來會感動一點 我反而覺得 因為Season 2 臨尾的時候 即是海邊那裡 海邊那裡 對我來說 那一刻真的很感動 其實我反而之前 看Season 1 我沒有哭 但真的看Season 2 我覺得我哭得很厲害 你看看Season 2 C.H.王又整理了 那間行程 幾多分鐘 由幾多分鐘 到哪裏 到哪裏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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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是很短 幾秒鐘 即是上車走 在那裏搭車 在那裏搭車 到哪裏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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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搭車 我們所以很難說 當然 Love Life這麼紅 不過大家都想問 我知道你們的報告 你們有參加過 Love Life Only Event 第二次 更加 整場人看到 很開心 看到你們的裝扮 很厲害 全條裙子都在燈 但 你們對 Love Life Only Event 兩次的感覺是怎樣 我覺得第一次的時候 當時都很慘 大家的節目 一直在進行 台一邊有表演 然後那些人 一直站在看表演 我自己想買東西的時候 我都要穿插 那些人群 然後供進去那裏搭車 你還在台 安排表演的時候 那麼快 因為我要暑出去買東西 我還有兩團 才到自己 暑出去 然後很辛苦 買東西之後 看看上面的表演 咦? 為何只看到頭頂的 去年編排有少少不同 因為同仁當 跟舞台在一起 那些人要動在同仁當外面 看舞台 加上去年的舞台 真的挺擠迫的 所以 氣氛是不錯的 是看到的 但是 大家就站在這裏 比較辛苦 因為上一屆 她是將入口之後 空地空了出來 但那些 單位就拍了近 到舞台一邊 然後這裏 將單位攤開 去到後面 近到門口 這樣就好一點 那你有舞台前面 多一點空位 因為我站在內 我不敢走 其實去年 其實當口比今年 如果沒有記錯 是少的 今年是當口更多 所以今年的編排不錯 先是同仁當 先整個幾小時 清晃的場 然後再到舞台 更好看 所以那些人 已經能夠舒服一些 對雙方都公平一些 我覺得 嗯 當然 見到很多Love Life的表演 台下當然是多粉絲 當然想問一下 Pojanai 現在是否主力 都是全部主力 都是主力 都不會轉其他 會不會 九個團員之中 會突然轉 她說我今天不想CostLin 我只想CostHonocker 那倒轉 可以嗎 你會不會有這種事 嘗試 都有 我們有團員 一個人喜歡兩個角色 可能跳小組的時候 他頂其他團員 因為我們之前的活動 也有試過 他跳完第一手 之後馬上去後台 換個假髮出來 就變成第二個 其實也挺辛苦 其實三方面 會有限制 團員換衣服的時間 可能會比較久 可能要配合 九個團員 都是差不多一款 或者是同一樣的服 Cost Love Life 九個人 如果買中間有一個 我突然不想Cost那個 也挺煩 先問一下V Project 對於Love Life Only 那個活動的感受是怎樣 粉絲越來越多 兩屆比較之下 那些人越來越熱烈 你又會有什麼感受 其實如果說的話 因為第一次 我們本身就是有種 第一次搞Love Life Only Event 就有種 一定要做到最好的感覺 給別人看 你這次沒有嗎 不是啊 是上一次已經有 好不好 是上一次已經有 所以我們才想過 換裝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第一次的Love Life Only 有來看過 你們應該知道 我們本身是跳了 九個人的Music Start的一首歌 才跳了 之後呢 我們是以很快的速度 換了 我們就換了Arizu的衣服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半套 我們看完第二季 他們一出那首歌 然後就 嘩 然後他們的心已經到了 那一刻的心真的有點飄移了 然後就 我相信也挺多人是半套 有些好像剛才 Pojanine那樣說 換衣服 換衣服 我們就連衣服都換了 因為其實本身 Arizu的舞 在動畫上是很少的 因為始終不是Muse救人 所以很多成份 都是要我們自己 原創自己的舞 砌一整首歌 那些舞步也是 尤其是動畫計 都不會整首歌給你看完 講Love Life 很難不足夠這件事 就是Love Lifer 當然 台下看的 肯定多是Love Lifer 我們說 大多數Love Lifer 多數都拿著自然光棒 舉起 例如唱Astor Hell Nation 就唱 橙色 對 橙色 好像有些白色 白色 然後到後面 馬上全部人轉橙色 我覺得Love Lifer 是一件很尊敬的 他們可以超級合作 瞬間全場都變成橙色 我記得好像Honor 他故意說 很感動 全部要綜合這個條例 我記得連那次 香港典縣 播放那邊的演唱會 都有 粉絲都在裡面 看看電影 都好像 有人好像演唱會一樣打歌 但是想問 對於有一群人 就會打歌 或者可能會跳一些 類似 都較多一些動作 現在 通常他們 我這次見過他們 都在後排 但如果你看到他們 有時打歌 你們會有什麼感覺 你會覺得很開心 還是怎樣 老實說我開心 他們對我們跳的東西 有很大的反應 見到他們 是非常享受自己的 我都很開心 對 整件事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他們不打到人 我覺得他們有開心 我也開心 所以是開心的 對 其實之前有些舞台 曾經試過禁止我 就是不可以 盡量不要打我打機 因為怕危險 最重要 因為有時的動作都很大 對 我想阿波仔仔 你也見過有時 有些我打機的動作 真的可以整個身體 360度反轉 Romeo那些 那些 我曾經見過一個 是打歌的阿鵬 沒了電 之後 他的腿有形 還會動 這樣嗎 是呀 左右左右 這些就怕危險 但是 說真的一句 以前我打機 我看一般興起 但是 一顆Live來到 就更加 跳舞 這些 他們和LiveLive還有一樣 不知為何 LiveLiver後面 更是穿得很叮叮叮叮叮叮 你看到幾下的 其實我也是這樣 以前 好像AKB也好 再以前 其他K-On 那些時候也好 我們又沒有什麼 K-On的粉絲 突然間 哇 整身好像蝙蝠巷 裝甲人 裝甲人 現在為何LiveLive 這個情況那麼多 其實三次元都有 例如 魔力量AKB 他們會穿件黑皮出來 然後跨了公式照片 那些在身其實是有的 一向都是有這個 我覺得很重 你明白嗎 而且如果你這樣 再次打Oddak 當然是有時候很危險 不要緊 其實有愛是可以突破一切 我覺得 不過其實大家都想問 LiveLive那麼興起 為何覺得大家對LiveLive那麼有愛呢 為何這麼多人對LiveLive有愛呢 其實起初我看到LiveLive這件事 我就 不是又是一個Idle Master 但不同 Idle Master 得罪講句 我覺得是一個空殼 是一個空殼 即是有一些 讓貌娟好的女子 在跳舞 其實我覺得 沒有靈魂 但在LiveLive的時候 我完全不是這個感覺 一邊看季節第一的時候 已經跟他們一邊經歷了這個 學校倒閉 一心想救學校 然後又想找人 但又只有小貓三兩隻 看人家有小貓三兩隻 感覺上好像你一開始找人一樣 是呀 真是代入了 真可憐 這是一幾的意見 但也有這樣的同感 因為觸發有點不同 Idle Master 他本身是 Thoroto 你知道當年是遊戲 你是做一個經理人的身份 即是 可能很抱怨 帶他上位 你對於一個個人的團隊 對於遊戲來說 你是來有遊戲運行 才有動畫版 但Lora和Lava 基本上是接觸的人 現在多數都是動畫開始 動畫 動畫代的角度 和遊戲代的角度 都不同 所以兩個年齡層都差很遠 現在LiveLiveLive的死宗 和LiveLive的死宗 是連結成兩個層次 兩個層次的人的思維 和事實方式 和行動是不同的 所以有時候 你知道多一個年齡層 到那個地面 會有一些內斂 在含蓄 會被奔波的時候 當LiveLive的人很奔波 有錯過 看來會是 日本也試過 有人排隊看LiveLive 他在Hunt Idol Master看過 然後被人打 這個是傳聞 是當時抹黑了 其實那張照片不是 那張照片是 只不過是有一個人打網球 整圓了我的腳 然後被人拿了這張照片 就是大座文章 就是這張照片 你說 Idle Master 可能年齡層又有一點變化 和大家出道的有些不同 不過 想問大家 例如 LiveLive 都紅了兩三年 如果純粹要計算動畫 其實它將來的走向 都看到的 LiveLive有一張海報 都出了九位的新人 其實怎麼看呢?好像有一點尋舊露的味道 不知道為什麼我自己覺得有一點AKB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沒那麼吸引出了新的那個狗歌 因為他一開始出 其實我覺得這套東西很厲害 他出狗的女生 個個都不同的性格 可以迎合所有人不同的口味 我喜歡奧嬌就喜歡Marky 我喜歡天然 我喜歡小鳥 因為他Marky好像很闊 個個的口味都可以迎合到 所以才做到這麼Hit 畢竟Sunshine他只有少少的人切一部份 始終未見他in action 很難說遲些會不會有什麼法學作用 真的中不中啊 所以觀望態度 不過都是難的 我也是說一句 通常一些類似很Hit的作品 再出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通常就在那裡錄卡 其實我覺得都頗危險的 Sunshine這套東西 因為已經開始 Love Lieber已經開始有分裂的情況 因為這套東西的出現 已經開始有Mills派 和Love Lie 有些人會覺得不是Mills的 就已經不是Love Lie了 有些人就說 咦 他們根本就是Love Lie 我對Love Lie有愛 其實我應該接受這一對 但有些不是 有些是 總之你不是Mills 我就不喜歡你 已經開始分裂了兩批 對我來說 Love Lie的動畫版 第一季成功 是一個囂張 是一個無心塵落落成功的事例 第二季 你可以看到 他開始造作商業化了 有些 計算成本成份 做出來之後 可以有些跌了 那你到現在 未做了 我不知道 但是 即是做的話 他爆出機會 一本本的 即是他就算爆出來 也是打得正常的 巴黎都說 該死啦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你成功了之後 第二次成功 那些人的難度會高很多 我會理解的 即是這個第二作品 或者什麼 有時是成功率 就真的未必那麼容易 即是 是的 即是有時候 這件事是很難的 所以說一句 三本寬記不值 即是 大家都說 Idle Master Love Lie 即是 Wing Up Girls 真是 很可憐 人家這本還有新的東西 放心 不用怕 可能遲下 又再出第二季動畫 即是 我這麼久以來 Wing Up Girls 真的沒有人在上台表演 沒有人叫過他們 但這麼久以來 上年動漫節 只有一張海報 那麼多 哈哈 還有那張海報 不知道放了多少天 放了多少天 都不見了 真的 但他下次會畫好比例 先 那不是的 那就算了 是 大家都知道有原因 要講表演場地 CWRG 通常都會有 當然 我們當然要講講CP 因為CP 始終都是在會展 怎麼說都是 會面向的群眾更加多 我想問 V4T在這方面 有沒有壓力 對著會展 真是人很多 比RG 或者比斯德 入場的人數 不只是圈內人 和人圈內人 可能是大眾 公眾進來 或者世界各地的人 因為我有時都見到 是日本有些 Idle公司的人都在 那有沒有 更加大壓力 之類 都會叫大家 為聖定大場 但其實我自己 一直的宗旨 就是每一次出來表演 都要好好看 要自己過 自己的關 不然你出來幹什麼 始終如果你說 以我和極樂這樣算 我們以前有參加 晚話節比賽 可能某程度上 都叫見慣 小奇的意思就是 我們見慣大場面 實在是不會害怕的 是嗎 你明白的 咦 真心的 那你表演過這麼多次 你不會說因為 台下的人看的人 是什麼人 而令到你自己有什麼改變 是因為你怎樣 都一定要做好自己 沒錯 我第一會害怕的 就是自己不熟悉 石墓那些 但這個情況是不會發生的 所以我沒有害怕過 即我們不可以 給一個不好的表演 給別人看 就算台下的人 是什麼人都好 我們都要好好看看 就是這樣 果然有準備 果然不害怕 那Project Line 我們就說 剛才你講過 第一次就出CP CP都不害怕 當下的人 當下的人透明 但說真的一句 如果CP02的時候 你又會說 CP01第一次出 可能會有些進步空間 那你覺得CP02那種進步空間在哪裏 CP01是第一次表演 其實都有點脫漏 上台 將來都希望 表演會越來越好 因為其實不應該只看大場 我覺得小的表演 你都應該盡自己的本分去做好 壓力是否在這裏 你想想 CP的場真的空曠 真的不同 好像可能坐在前面 八零二百人 還有見慣見熟 有些人 CP真的很多人 三面都很緊 四方八面 甚麼人都有 我的壓力 似乎來自 因為我是男生 因為很奇怪 就是突然間有個 扮女生的男生 走上台 還要看他跳舞 你不會說 我是男 我出來說我是男 那不會 不要緊 我看到很多人 歡呼 對 所以就是害怕這件事 在這個圈以外的人 接觸這件事 當他們不理解的時間 就會很困惑 或者是不接受 可能我擔心 就會擔心這件事 反而表演方面 事前準備充足的話 其實應該不用怕 其實我想問 是否舞台大勢 是怕不影響表演 其實真的 不是 會更加起勁 要舞台大 舞台大觀眾多 其實就是要多Away的人 不是看開Love Life 不是看開動漫的人 我們就更加有個心願 是要做好 譬如來近中秋節 康文柱找我們去花燈會表演 那裏有阿婆阿爸 你跳Lock Life嗎 是啊 那我就覺得 那些阿婆阿爸一定會覺得好看 沙田大會 一定要讓他們覺得跳得好看 一起打call 看過尾都是 那就是阿婆婆 那些阿婆婆 他們拿著把線在打call 我們在台上也是摸摸摸摸 那些婆婆叔叔在打call 可能比較少見 我也知道 如果對著其他不同類型的觀眾 同樣表演 其實他們都一樣 如果精彩的 表演受落 不過想問一下 都是說Cp 因為前面都是說動漫節 即快到動漫節 對於Cp的發展 有什麼意見 期望 例如舞台 我會想說 可不可以再大一點 可以做一個編排 或者對回門口 不要對著旁邊 類似的 因為去年很多人說 對著旁邊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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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著旁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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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宣傳多些 我有很多朋友 去年都不知道 有Cp 都是透過其他人的口 有聽到才知道 因為有太多 即是同仁圈外的人 你要怎樣去推廣 給這群人知道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小朋友 家長 來到一個同仁的展覽 我見到可能會有些 比較踩界的畫 可能是 漫畫 可能他們的角度 是覺得 為什麼你會買這樣的漫畫 我覺得這一方面 你應該可以趁著 有這樣的優勢 即是可以讓外界人 接觸這些活動的優勢 去跟他們做多些推廣 但不要只是說 派傳單 或者只是在一塊板上 寫說 我們有什麼 我覺得就會比較訊息 不過去年 以我所採訪也好 也好 發現幾件事 很多人說 抵了 去一個場 當然還有多層樓走 給一張票 有兩次優惠 有兩層走 第二件事 有些當主是慎苦水 為什麼呢 我賣20元一個套 扣 不知道她有沒有想說有什麼要求 是 我們去年純粹對於 在City的參與程度 只是上了去 臨表演之前 上了去的舞台 在舞台表演 之後在那裡跟觀眾交流 我們沒有泡 今年我們會有檔 兩天都 寄望的話 舞台方面 我也想去大一點 去年我們穿婚紗 其實婚紗也有些瓦炸 其實也有些打到隔壁的情況 還有舞台大一點 當然好看一點 還有燈光方面 我也知道這個舞台會有少少難度 但是 都可以有些辦法去做一些效果 始終有燈光效果 其實去年好像沒有什麼效果 其實去年好像沒有什麼效果 沒有 沒有的 就給了一個台版 有個台版有些光 但是始終都是試驗性質 對 始終是第一次 但是去年也有這麼多觀眾 我覺得去年也只會有更多 因為真心有很多觀眾 後來有些人inbox我 其實完全沒有接觸過我們的VPortret 他說第一次看我們還是第一次 第一次看就是在CP上看 原來真的有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次更加需要再做一些 還有因為這次我們還會擺檔 會擺檔買我們的產品 而且去年有多少家庭 大一家大四來看 反而接著就接觸到 原來香港是有舞團 有些人真的不知道 你不要說 說真的不是這樣 他們不會入C-Dub 不會入RG 你無緣無故去排隊入場 不過有時候可能不熟這些 例如規則 有時候可能在裡面拍一下 人家表演者 可能不給拍照都會照拍的 有的 永遠都會有這樣的觀眾 有時候都挺難搞的 你會擔心到接下來會不會有更多的限制 例如呢 譬如你跟著動漫節去搞 始終是一個比較大的活動 我想限制方面可能會比C-Dub RG方面會更多 可能你說上台 甚至會不會有些其他限制 會擔心這件事 說到CP 大家都說有些回顧或者寄望 我們都寄望CP好的 但最後說完CP 講完LUV 講完LUV 講完香港舞團的未來發展 我知道你們的報告 就走了14年這條路 對於未來香港整個舞團發展 或者對於你們的舞團發展 有什麼寄望 或者說對於我團的發展 有什麼寄望 其實我們都在香港很多活動 都參與過了 知名度都很幸運 也有一點 很小 每次Like都幾百個 幾千個 多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 我們會繼續努力 希望除了在香港的活動之外 外國都會多些知道我們這個舞團的存在 希望多些機會被邀請到外國的活動 和外國的粉絲等等見面 去推廣一下一團去跳ACG舞的文化 例如7月初 例如7月初 在高雄的WS動漫展 裏面有個Lafi Foney會場 我們很榮幸受邀請到那裏表演 希望可以帶給台灣觀眾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 他們很難集到一個九人的團 我們希望將我們香港的團結精神 給他們看 作出一個令他們感動的表演 你們呢? 因為剛剛創團沒有久 希望所有活動都可以參與 吸取多些經驗 可以像其他出名的團 可以去其他大型的活動 又或者得到其他活動的主辦單位認同 希望在台外 可能會有其他跟粉絲多些接觸的活動 最重要是粉絲會多些支持我們 多點上網頁留言、讚好 最重要是多點點讚 不過最後一段時間 大家對於香港整個舞團的發展 會怎樣看呢? 見到很多團都有公演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好的趨勢 是網球王子 之前好像有網球王子那個 那個是日本那邊 但例如Sweetness、Happy Rotation 他們都會自己租場去一個公演 我們自己二月那時都有一個公演 其實搞一個公演 是全自己負責的一個活動 就是一個show 是很寶貴的一個經驗 我覺得 我們自己雖然很辛苦 但都學了很多東西 還有對整個表演的體會 是另一個看法 因為我們平時 你可能是加入別人的活動 可能只是練完舞 或者是穿完衣服 然後上個台表演 但問題是如果自己搞完整個活動 是要接觸的東西 就是多很多 還有可以令人多得更加多 對 不只是作為一個活動參與者 而是一個主辦的方向去看 對於你以後參加活動的感受 或者一個了解度都會多很多 對於香港那邊 那舞團的發展又如何呢 或者 Project Line 又怎樣看呢 已經進入了這個戰國時代 自從 Love Line 彈起了之後 已經開始越來越多舞團 我相信 接下來這幾年來 那個舞團 即是 cosplay 舞團 那一方面 都會 可不可以叫做蓬勃呢 其實 或者更加興奉 對呀 八花齊放 在不同活動方面 希望大會 可以做得更多 完善的設備 最重要是這個 雖然都知道時間有限制 但是香港的舞團都越來越多 那我希望 那些大會會給多些 不同的機會 即可能 隊伍的數目會增加多些 給多些演出機會 其他一團 好 那是 今天很感謝V Project 和 Project Line 兩位 各自兩位的代表 最後 V Project 你們有什麼 對你的粉絲想說 透過動畫無雙節目 多謝你一直以來的支持 哈哈 哈哈 以後我們都會繼續全力地去做 亦都會保證有很多驚喜給大家 那你跟著我們來就對了 哈哈 好有自信 可不可以 我們都是新開的舞團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我們的舞團 可能一直看著我們的成長 希望可以保持久一點 會有更多演出的機會給大家 還有 希望我們的團員 努力 哈哈 希望他們 希望他們 真的有改善 因為大家 希望透過這個舞團去成長 可能人生之中有更多的體會 還有改善他們的扭閘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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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捉背借大會 哈哈 很自然 是啊 希望他們聽了這次 我講這些話 會有一番的感受去成長 我想你要先塞著他右邊的耳孔 不是吧 哈哈 好 今天就在這裡 終於兩邊 VPROCHER9 大家都 未來一樣成功 前程感受 好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好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 拜拜